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莉亞 今天要介紹一些動態暖身的動作 讓大家在平常做肌力訓練之前 可以把身體熱起來 準備迎接接下來的訓練 那動態暖身 訓練本身 還有訓練完了之後的收操都很重要喔 請準備好你的運動行頭 跟著我一起來動一動吧 現在呢 我們就來進行動態暖身的第一步 伸展我們的髖關節 來 雙手抱膝蓋 往胸口的位置靠近 開始囉 一分鐘 保持呼吸 不要憋氣 你也可以自己家裡開點音樂 或邊看電視邊做 記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除了你穿身上的運動服之外 那就算今天是在家裡做這些訓練的話 也要穿上室內訓練鞋 保護你的腳趾頭跟腳踝 每一次把膝蓋往胸口抱近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這一塊的骨頭跟關節都被伸展開來了 每一次把膝蓋往胸口抱近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這一塊的骨頭跟關節都被伸展開來了 所以你可能跟我一樣 接下來換第二個動作 把手放在屁股後面 很可愛很淘氣的剃屁股 開始一分鐘 都不用跳太快 你是要緩緩的配合著呼吸 因為只是在做動態暖身的部分 在哪這個位置 都不堅持了 再次做動態 要是吧 好 接下來第三個 動態伸展就是我們印象中的開合跳 記得在跳躍的時候 膝蓋要尾彎 我們不要繃太緊 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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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我們可以看自己的 20下或是30下都可以 30下 還多是不是 一組可能我們10下就好 1 好 好我們加油 2 7 10下了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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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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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動作是高抬腿跳 那這個動作呢 我希望大家在做間歇之前 都還是稍微活動一下自己的關節 這個動作很簡單 應該大家小時候在體育課都有做過 就是這樣 這個動作呢一直持續20秒 好 然後第二個動作呢 大家很熟悉的深蹲 深蹲要注意的東西很多 膝蓋和腳尖要呈現同一個角度 不可以這樣憋腳或是腿太開 然後在蹲的時候呢 有一個屁股往後坐的感覺 身體不要太往前 盡量讓自己有點挺 起來的時候屁股有一個夾起來的感覺 做20下 但是如果你覺得深蹲已經很簡單了 你想要加進階版的 你可以這樣換你的重心 它在換重心的時候 同時也會運動到你的核心 幫助你做平衡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是 左右 左右蹲 你可以選擇 插腰或手 擺在前面都可以 做20下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很輕鬆 你就可以變成這樣 手去碰你前面的地板 然後也是轉換重心 記得在做的時候 膝蓋和腳尖要朝同一個方向 這樣才不會受傷 這個動作叫做保加利亞蹲 它其實有一點點的難度 看似很緩慢 但其實需要全身的力量 一隻腳點在椅子上面 身體保持垂直 往下蹲 這邊的角度 要呈現90度 不用很90 但是不可以超前太多 然後記得重心 要有點微微的 往後 你會覺得重心後腳也很用力 這個動作呢 會練到你的大腿後側前側 你的臀大肌還有小腿肌 一隻腳蹲八下 接下來就是地板的動作了 第一個動作要教大家的是 喬式 喬式大家應該很熟悉 先躺著 然後呢 肩膀還有膝蓋是同寬 你可以選擇 你要這樣子做 做20下 你也可以選擇 你停在這裡 手可以在下面握拳 這是比較進階的版本 但是 都有一個非常 重要的地方要注意就是 你的屁股一定要維持 一直夾著的狀態 你不可以 做到後來然後 開始往下掉 一定屁股要夾緊 這個動作是訓練 女生的臀部非常的有用 最後一個動作呢 是我們的棒式 大家應該很常接觸到 但是 很容易大家犯的錯就是呢 你停不下去了 你就開始把屁股抬高 或者是趴腰 這兩個動作如果 發生的話 都會很容易使你受傷 所以記得 肚子和屁股都是用力 一直都是呈現緊繃的狀態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要停一分鐘 那如果你覺得 一分鐘對你來說 其實 已經太簡單了呢 你可以選擇進階版的 把單腳抬起來 再換腳 這樣的話 同時也可以訓練到你屁股的力量 接下來 你就休息一分半 開始從第一個動作 高抬腿跳開始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運動新手的話 希望是可以做到三組 但是如果你運動能力已經非常好了 你可以藉由我剛剛提供的高難度的方式 或者是你時間停的長一點 來增加你的運動強度 哈囉 Vogue Taiwan 大家好 我是柯萊拉 這是一個熱身 這是一個全身的練習 你轉動 然後你感覺你的肌肉 很緊張 所以 你做這個 1 2 3 4 5 6 7 10 10 這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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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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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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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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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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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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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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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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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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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9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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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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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這樣滾動一下子之後我們可以放鬆單邊的肩頸 就是把它45度腳放斜放 然後就這樣滾斜的滾45度腳的滾 再來其實拉筋也是讓自己很舒服放鬆的方式 用這個袋子把它套在腳心上面 可以先從膝蓋彎曲開始 然後手把它抓住往下的力量 下腳伸直 腳膝蓋先彎曲然後再慢慢慢慢慢慢伸直 這時候你就可以感覺到你的大腿後側小腿 整個後側的筋有被延展 這樣子大概停留30秒不要太久 以上幾個動作就是平常我每天都會在家做的運動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嘗試看看 這樣子就可以更輕鬆更自在舒服的入睡